来我们讲848个考虑 我们学校有两个男老师 来我们看这个考虑 在这句话当中 首先有一个零必去试 什么是有啊 零必 某地有某人或者某物 第二个重点就是 两个男老师 怎么说 我们上节课讲了 英语中多个名词连用的时候 变复数只能变最后一个名词 但前面这个名词 是男人或者是女人的时候 同时变复数 所以两个男老师就写成 two men teachers 一定要记住 同时变复数 先把男人变复数 再把老师变复数 那么这句话就很简单了 得人必去试啊 为什么用啊 因为是两个男老师 所以你这个主语是负数形式 那么你主语是负数 b动词一定是a呀 哪块两个男老师啊 我们学校里啊 in our school 在我们学校里 849个点 我有两双运动鞋 重点就是 两双运动鞋 首先注意啊 运动这个词 想做定语修饰名词 一定要加一次 那本题当中 它修饰谁呢 修饰鞋 运动鞋 两双运动鞋 数词 量词 of 加名词 那么老师 这个数字是修饰谁的 记住 你这个数字2 是修饰量词的 这个数字 从来都不是修饰名词的 修饰量词啊 几双啊 两双啊 那么运动做定语 修饰鞋 运动想做定语修饰名词 必须加一次 这个叫前置定语 你还可以把这个运动 做鞋的后置定语 那么你要加一个 借词for 所以你说 spouse shoes 可以写成 shoes for spouse 表示你这个鞋的用途 是为了运动 前置定语 直接解 后置定语 需要用借词连一下 这块大家 一定要懂 那么你看 我有两双运动鞋 主语是我 卫语是有 某地有某人某物 用笔而弊 某人有某物 人家害物或害子 两双 双要加S two pairs of spouse shoes 我有两双运动鞋 I have two pairs of spouse shoes 还可以写成什么 I have two pairs of shoes for spouse 都可以 这个是前置定语 这个是后置定语 都是可以的 850个点 今天是特别的一天 重点 老师给你们讲讲 特别的 首先特别的是special 它是一个形容词 修是名词 意味特别的 那么今天是主语 这是一个主系表结构 表语是一天 特别的一天 这是行修名 你这个special 相当于定语 定谁 定这一天 明白 但是special 还有另外一个词性 就是名词 特色菜的意思 special 作为特色菜来讲 它是一个可属名词 可以加S 你比如说 一个饭店 可以有许多的特色菜 你看 There are 负数吗 有两道特色菜 这个饭店 有两道特色菜 又不是一道哦 那就是负数呗 There are two specials in the restaurant 在这个餐馆里面 有两道特色菜 玩火 special 加S There are B 加主语 加某地 那意思就是 某地有某物 千万要加堆 这个饭店 有两个特色菜 一定要特质 你不加这个堆 你就违背了 非单即负的法则 852个店 我很确定 确定是什么词 形容词啊 所以前面接B东词 B说 很确定 可以看成 主系表结构 那我很确定 很简单 I'm sure I'm sure 我很确定 那我不确定了 更简单了 有B东词的句子 在B东词后 加一个not 这不就变成 否定句了吗 I'm not sure I'm not sure 我不确定 854个考虑 这个车很快 B东词 加几种词 Fast 表示速度快的快 Fast 表示速度快 这个车很快 指的是这个车的速度 主语是谁 the bus 然后是系统词 然后是一个表语 形容词做表语 那这个Fast 为什么它呢 因为它强调速度 强调速度 我们一会儿要讲英语中的几个快 一定要注意 速度上的快 我们就用Fast 速度上的快 我们就用Fast 继续 这个车跑的快 来同学们 这个快 可不是几种词了 跑的快 它是复词了 因为修是动词 修是谁 修是跑啊 所以Fast 具有着双重词性 一个是形容词 一个是复词 那有人说 老师 你怎么看出来的 那B动词后面 不就是形容词吗 11动词后面 不就是复词吗 明白吗 那跑不是11动词吗 那就复修动呗 懂吗 那就复修动呗 主语是这个车 跑的快 可以用runs运转 也可以用go都可以 但是主单3 动S别忘了 那这个Fast 就是复词呗 复修动 所以你这么一看 你就明白了 啊 Fast具有着双重词性 B动词后面 解写容词 11动词后面 解复词 完事 856 可以点餐了吗 这是一个服务员的专用语 啊 我们去饭店点餐 有服务员的专用语 第一个是什么 May I take your order 可以点餐了吗 Can I help you 可以点餐了吗 What can I do for you 这三个都是服务员的专用语 但是 May I take your order order是命令 字面翻译是 我可以拿走你的命令吗 就是可不可以点餐 你是客人 以下指令 你要吃什么 我好给你准备 所以就是说 可以点餐了吗 Can I help you 这个也是 What can I do for you 也是 但是不一样啊 前两个 情态动词开头 是一般疑问句 所以当服务员问你 May I take your order 或者 Can I help you 的时候 你要先说yes 因为你是一般疑问句 你先说yes 然后你再说 你要吃什么 比如说yes I'd like some noodles 我要吃点面条 而What can I do for you 它是一个特殊疑问句 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疑问词开头 这个 你就不用说yes no了 你直接就说 你要吃什么 比如说 I'd like some noodles 你就不用回答yes的问题了 明白吧 同学们 他们的句式结构不一样 就导致着 打语的不同 857 我点了一个汉堡 我们刚刚讲完 这个order是名词 它还有一个词性 就是动词 动词什么意思呢 就是定餐 定购 点什么什么 那你看 我点了一个汉堡 就是我订了一个汉堡 比如咱们上美团 什么上面订餐去 你那个订购那个过程 就是order I order I order a hamburger 我订一个汉堡 不未宾吗 所以你要掌握 order 它具备两个词性 第一个就是名词 第二个就是动词 两个都得回 两个都得回 同学们 掌握好 858个点 我想要一个 大 中 小碗的面条 那尺码的大是啥呀 辣植 我们经常缩成L 你们看你们买那个衣服 裤子 那些服饰的后面都有一个码 L码就是大码 M码就是中码 S码就是小码 那么它们分别都是哪个词的缩写呢 L是large的缩写 M是medium的缩写 S是smart的缩写 不一样 那么结构是 数词加量词加of加名词 谁是数词啊 一个呀 谁是量词啊 碗呢 你这个大中小是修饰量词碗的 不是大号中号小号的面条 你这个大中小是修饰量词碗的 然后你这个数词是一个量词是碗 然后是of跟的是面条 但是你别忘了 你这个碗前面得有一个大中小号 注意 那么在口语当中 就说你去购物的时候 或者你去消费的时候 我们一般不用want 那用什么呀 用wood like 大号 a large a medium a small bow of noodles 你这个量词 别忘了加of 才能接名词 啊同学们 而且注意 你这个大号也好 中号也好 小号也好 你所修饰的是碗 那么你就紧紧跟住这个碗 不要放缩位置 那是不可以的 啊同学们 那现在我提问了 我分别就这个大中小号提问 看这里啊 我现在想就大中小号提问了 那怎么办呢 就大中小碗面条 化线部分提问 我现在就想把这个大中小号给它提问 看着啊 到这 化线部分提问 老师教你们一个公式 两步走 第一步 把化线部分的词 改成对应的疑问词 第二步 把没有化线的部分 变成一般疑问句 就可以了 就这么两步 老师再说一遍 第一步 把化线词改成对应的疑问词 第二步 把没有化线的都用上 变成一般疑问句 现在我问的是 碗的尺寸 那么就尺码提问是 what size 紧跟你所提问的词 我提问的是碗的尺寸 我没有提问面条 所以 what size 后面 紧跟碗 紧跟这个量词 我是就这个量词提问 我不是就面条提问 所以是 what size bow of noodles 什么尺寸碗的面条 看到了吧 然后 把剩下的部分 变成一般疑问句 你这个量词 得紧跟 of 然后跟名词 完了 你再加一般疑问句 看到没有 what size bow of noodles would you like 你不能写成 what size would you like bow of noodles 那不行 因为你这个尺寸 是就碗提问的 那你就跟住碗 然后呢 你这个量词呢 又得紧跟 of 也就是说这块变分夹 what size bow of noodles 然后你再把 其余部分 would you like 放在后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特殊 疑问词部分 有点长 从what开始 到noodles 结束 然后 would you like 而且你在 变成疑问句的时候 原来是第一人词 你要变成第二人词 因为肯定句改成疑问句 有一个人称改变法则 那个法则是什么 就是一变二 二变一 三不变 下一个 你要什么种类的面条 就种类体温呢 啥呀 what kind of 加名词 你看 就尺寸体温没有of what size 直接加词 说老师 这不有of吗 连这个of 是碗后面接的 是量子后面的of 跟它没关系 what size 直接接名词 而这个种类体温的时候 得有一个of 然后你才跟名词 所以种类体温 和尺寸体温 是不一样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你看看 你要什么种类的面条啊 what kind of noodles 为啥再来一次 面条可数 would you like 还是特殊一文词 加一百一文句 what kind of noodles would you like 这不就玩火吗 明白了吗 继续 我想要一大碗牛肉面 这个想要 是什么 还是would like 一大碗牛肉面 你这个大 还是修饰碗的 还是修饰量子的 不是修饰面条的 所以是 a large bowl of 一大碗 完了你再跟名词 你愿意啥啥 完了你再跟名词 明白 那你看吗 回到这句话上来 我想要一大碗的牛肉面 主语是我 我语是想要 想要什么呀 a large bowl of 一大碗的 这是竖词 这个尺码是修饰量子的 量子后面跟of 才能跟名词 否则你也跟不了啊 牛肉面条 那么你这个 牛肉做定语 修饰面条的 修饰面条的 老师呢 你说这个 beef noodles 我可不可以换成 后置定语呢 也可以 那么你就可以写成 noodles 你先说一大碗面条 但是你要把这个前置定语 牛肉 给它放在面条的后面 做后置定语 那你不能随便放 你得消借词连一下 因为后置定语 消一个借词 去把把关 不加借词 直接放后面 行不行不行 如果你想用一个词 做定语 修饰名词 你就得往前放 你就得往前放 做前置定语 老师 我非得想做后置定语 那么你需要一个 借词短语 连一下 这个时候 你才可以做后置定语 那么哪个借词短语呢 你这个面条里面 带着牛肉 那如果不带牛肉 能叫牛肉面吗 对吧同学们 所以你这个面条里面 带着牛肉 那么这个带着 是哪个借词呢 就是位子 然后你联合做了一个 借词短语 做了一个什么样 你做了一个后置定语 你这个把Beef往前放 就是前置定语 然后你把这个借词短语往后发 那么你就是这个借词短语 做什么成分呢 那么你就是借词短语 做的后置定语 定谁 定面条啊 带着牛肉的面条 这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你写成前置定语 后置定语都可以 但是你别忘了 你要写成后置定语的时候 得加一个借词 好 同学们注意